Hello鬼神们大家好 今天又是你们最喜欢的倒鸭突击 今天呢就不跟你们废话 直接开始游戏 这把是小丑啊 小玩家你要先注意好开动啊 好的 等等 小玩家我这里有心跳 先找一个地方准备好 小伙子来啊 我今天是不可能给你机会撞我的 直接在这里一一代牢 顺便还能吸个鸟 自己断锯了 有魄力啊小伙子 来来 我一个翻门加速 直接冲 小玩家你怎么在这里啊 快跑啊喂 你在干什么 小屁孩在扒拉我呀 完蛋了 那我怎么办 那你就单口笑声好了 我去折腾小屁孩了 小玩家直接走不动了 还是个地下室啊 不能就不能就不能就 救了也没什么用啊 可以 在卖掉小玩家之后呢 成功剩下最后一台电机 前期小丑跟我浪费时间比较多啊 如果我们现在最后一台电机都快压好了 这个人在干什么呀 发呆 还是觉得我们白给了一个人 选择给我们公平打架的机会啊 好 电机压好了 直接传送过来可还行 这波机械师可能压不了电机了 我回去看看 没事 反正小丑一般也没有一刀斩 我当面吸鸟看你怎么办 来来来 打我呀 吃个锯子 直接点电键 嘿嘿 小爷我又满血了 果然是没有一刀斩的呀 那你怎么跟我玩 而且我马上就有两只鸟 老师你怎么在这里啊 你不应该去压大门的吗 赶紧去开门啊 还就地蹲下 那不是小丑的眼下 还真香 来吧 现在他眼里知我 先来一只鸟打一个锯啊 怎么说呢 就看这波能不能拖到大门开好了 边溜边往大门靠 来啊 来跟我博弈啊 你能博弈到哪里去 趁他回头直接翻盘跑了 哎呀没办法 这个锯子还得用鸟挡掉 这边门没人开 那我裂开了呀 而且两个板子也不好转 他用锯子破板 那我这波要吃刀才能转点了 好继续转到下一个点 主要是这个地图我也不知道地下在呢 完了这波要被架住了 要是能吸一只鸟就好了 完了它掉头了 哎可惜可惜 虽然这把小鸟挂机了 但是感觉还是有迎面的 它们保个平也可以 啊机器是来救我了 而且他让娃娃去把门开了 不过感觉还是有点难啊 这波要是被震生 那不是直接裂开了 机械是可以啊 这波稳辣 扛刀救人 美姿姿 拨命冲门 啊我还能看个鸟 虽然小黄要被四脚吞军兽牵制 但倒压精神还是栽档 最后还是成功三跑了 可以可以溜了溜了